大家好,我是依依 今天要大家分享南瓜煎既简单又美味的吃法 南瓜煎的营养价值特别丰富 含有大量的蛋白质以及多种氨基刷和大量的粗纤维 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吃到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些嫩的南瓜煎 上面有白色绒毛 一定要去除掉 否则影响口感 南瓜絮是可以吃的,不用丢掉 全部处理好后,把它放入盆中清洗 多清洗几遍 再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大蒜,开扁切碎 将洗剑的小米椒切小圈 放到小碗里 白芝麻,加入一小勺花椒粉 再倒入烧好的热油 然后开始调味 先加入两勺米醋 利用余温积下里面的香味 一勺生抽 少量香油 鸡精 盐 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锅中水开后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一勺盐 然后将洗干净的南瓜煎 倒入锅里焯水 锅中水开后 继续焯水一分钟即可 然后捞出来 再放到凉水里 过凉后拧干水分 把拧干水分的南瓜煎切一下 这样拌的时候才会进入味又好吃 然后把它放入盆中 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最后搅拌均匀 就可以装盘开吃了 一道绿色营养美味的凉拌南瓜煎就完成了 这样拌的南瓜煎清脆爽口 爽辣过瘾 特别好吃 南瓜煎不仅营养丰富 对我们肠胃尤其是肠道 这方面非常好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转发 在家也试试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咱们下期视频见